这太扯了 怎样 我根本就没有开这个录影机 然后它现在超烫 然后它把这个 它把充电已经烧溶了 行车记录器充电充到一半 没想到发生悲剧 充电线的皮竟然被烧到溶掉 机体还整台发烫 像大家晚上睡觉充电的话 那它是真的有可能 我觉得是有可能会烧起来的 前一晚有关机充电时也没异状 好端端的充电线突然热到融化 民众真的吓坏 原来充电的行车记录器 就是这款商品 平时佩戴在机车安全帽上 可以防风防水 但再仔细看一次当时画面 这充电线表面明显热到融化 变形 但民众也坦言 这条其实不是原厂线 民众抱怨雨天的时候 就曾出现问题 怀疑可能和线溶掉有关联 但业者回应 这台行车记录器主要是在户外使用 充电头有做特殊设计 问题可能出在消费者没有用原厂线 也强调说明书有著名 因为原厂线与充电口的密合度较高 我们就是有做到很多次测试的防水 还有线材的检测 所以我们就是要客人使用我们的原厂充电线 我会判断说是人为还是说它自然的损坏 就是可以寄回我们原厂就这个地方去做维修 那如果说你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搭配第三方的充电线 可能就要留意它的这个抗热的程度 专家建议使用副厂线得开安规认证 若检验不合格 可能导致电流电压过高 机体就容易毁损 原厂充电线一定比较安全 使用多加流液才能多一分保障 导臣新闻学区周温远连在台北市采访报道